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楼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Florence 我们很高兴继续请来施生为我们分析楼价走势和市况 施生 你好 你好 今天最新一期的CCL收报176.84 按周微跌了0.01% 近日有多个新盘连回出益 包括大围的柏奥装 明日九套山等等 亦都带动了整个一二手市场 加上今天起会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例如可以六人同桌吃饭等等 预料楼市的短期亦都会持续暢旺 施生 你认为这个旺市 可否可以延续到今年的年底 楼市最近这段时间 一手是相对暢旺的 大围的盘就推出 都不够分的 都被抢了 但是正是一手抢了很多客 某种程度 气氛上就带黄了二手 但是实质上 那些客人就被一手抢走 即是你看日票 都数以多少 差不多有万多 虽然说有些是发水 但是都困死了相当多的客人 因为他要你 即是录卡 买本票 即是那些 钱去了抽新盘 是的 那他抽中他想买新盘的 那二手这段时间 其实是被扯博的 通常要等新盘卖完 那些日的票 拿回钱 自己知道无望 那他才回到二手 现在大围的拍奥庄 一期卖完 接着推二期 二期的量 比一期更多 有千多的单位 所以虽然一期的钱退回 他们都还是打算继续抽的 另外除了大围这个盘 就是还有些新盘 都是计划出的 那最近发展商在那个叫价方面 都是相对保守的 就是凌争去到货 都未必说一定要创新高 就是你一手创新高 就对二手的价钱 就有拉动作用 一手拼命去货 就抢走二手 所以要等新盘去得一阵 之后才轮到二手 因为新盘发展商有很多 配套 广告宣传 家勇去吸引一些 经纪大厦给他 所以有时 未必 即刻对二手 起到大黄的作用 那我相信如果一手 这段时间多盘开的 在传媒上看到的消息 都会挺暢黄的 有多少人认购 第一批就去完 那这些消息会出现 但是二手小业主 在这段时间想 卖掉收钱 就要有些竞争方法 即是发展商去家勇 那你是不是肯选少少价呢 你不想家勇也要选少少价先 可以吸引到一些客人 而近日的疫情也逐渐稳定 而楼市也有多项利好消息 包括联储局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亦意味着零息的时代 有机会去到2023年 即加多三年 加上QE相管齐下 先生你认为 上述的措施 对于楼市的帮助大不大 上述的措施 不算新的消息 即是联储局会长期维持低息 继续QE 其实是市场早已知道的消息 就已经在价格上反映出来的 不会说你多说一次又产生一次作用 下个月再说一次都无用 因为市场已经知道了 反而现在特朗普和拜登的这场竞选 六死谁首暂时都未有定论 当一件事未有定论 有变数的时候 某种程度是会引起一些人 有顾虑 看定先 有一个胜出了 大局已定 起码想着胜出 会对市场有好处的人 无论哪个胜出 都有看淡看好的人 但出了他就敢行动 未出就不敢行动 所以现在其实是 多多少少有一部分人观望着 我相信就是下个星期就选 今次大选是否立即有结果 我未知 因为美国的大选 其实不是民众选 这些 popular vote 是给Electorry College的成员 作为参考 他们还要投票 他们要在12月14日 我不太记得了 即是才正式投票 理论上 这些人投票的时候 是可以凭他的良知 凭他的理性作判断 虽然有些州有法例 要求他根据民众投票的结果去投 但是这些都是州自己的地方立法 憲法是州的选举人去选举 所以他们到时怎么选 还有一个变数 因为现在美国都很分化 这些分化会在这些选举人 跟民众投票的差异上 可能会反映出来 有些人可能自己另有一套想法 就投了不知什么票 所以可能最终要到 11月14日 12月14日 才知道最后结果 还有特朗普 就摆明居马 说输了不认账 所以这一次 局面可能 不是那么快清晰 所以民众投票之后 都可能要混乱一个时期 才水落石出 如果这样的话 对楼市有一定的压抑作用 有些人说 先看好 当很多人先看好 那些热主照片套衍的 吉那些 本来开楼又停了 他就会被逼要减价 或者接受一些没那么好的客户 这段时间我认为 对楼价是有压力的 就是二手市场的楼价是有压力的 新盘我相信 发展商都是看着的大小来定价 其实今年的楼价很明显都受疫情去牵引住 走势可以说是有波幅无声幅 因为它不断反复都是一个调整 其实是欠缺了一个上升的动力 而加上近日国泰的裁员潮 很快就令到东冲区 其实出现了退租或者是抛售潮 再加上政府的保证业计划 亦都即将完结 未来第四季的失业率很大机会会继续上升 施生你认为 这个会不会对我们未来的楼市 造成一个很严重的拖累 这些消息当然不是好消息 但这些消息也是预期得到的 政府的保就业计划 就去到省月底 有些公司现在之所以能顶得住 都是靠那笔钱 还可以顶着 如果没有了 它发现 原来是洩得这么厉害的 还有下跌 财源 那变成了本地的经济 当然是气氛不好 今天就说那家财 明天又说那家倒闭 而一般人对未来的工作的稳定性 新根的上升 都会有一些负面的预期 那如果当你对工作的稳定性 对工资的上升 有不好的预期的时候 你日市的勇气都会打折扣 那正常情况 这样的时间是不好的 不过现在香港呢 其实供应很少 就是你不需要所有人都买得起 即使很多人的处境不好 只要一小部分人处境好的话 市就有支持 那需要多少人呢 香港呢 都250万户家庭 如果有百分之一 它的处境是好些 九十九都不电的了 有1%电的话 都有25000个家庭 可以去买楼 那你只有一万多个单位供应 那一样是不够的 所以由于那个供应量少 那经济的消息是不容易在楼价上反映出来 你和有些国家有些城市不同 那些国家呢 是有 就是 redundant的supply 就是超越需要的供应 大量空置 大量盘都未卖得出 或者发展商 很多盘都正在开 有货味 那市一不好 就立即反映出来 现在是不够分 只有少少人 买得起的人都买不到 所以变成了 纯粹去分析 整个香港的经济情况 想它在楼价反映出来 有时是反映不到 就是你刚才说的 都是不利的因素 不利的因素 对很多人都会有影响 但是只要不是坏了 有百分之一、二是好些的 那就不同了 因为现在香港 或者世界经济 都不是一窝蜂坏了 有些做互联网 做医疗 那些可能是得益的 即使是一些民生产品 说超市其实生意不差 比旧市更好 都会有一些人 在那类型的机构做事 知道公司生意不错 他们可能有能力出来买 所以市整体气氛是不好的 但是楼价会跌很多 可能只是 原本应该升的 现在升少了 或者现在只能够 还行 那我自己看 就是长远 就看资金的流向 和货币供应对楼价的影响 就更加主导 那香港来说 就很看内地的资金放不放水 那现在五中全会 都是国家都仍然将港澳的繁荣 看成是重要任务 那它都会多多少少 都会放些水的 我认为 对于香港人来说 可能香港有些人对香港前景 不算看好 但是对内地富起来的人来说 在香港在香港卖楼 他都觉得 正在大陆买的 就是你买深圳 是升得比香港 但是买香港 我们提供的产权的保障 交易的安全 资金调动的灵活性 都仍是好过内地的 就是一国两制 实际上香港那制 和大陆那制 现在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都是有资金上下来 问题是政府的制 令得松 还是令得紧 我见大陆 放人去澳门赌钱都可以 那些钱 那些赌水 还赌了去美国公司 美高梅 根沙 威尼斯人 那些涵不难都是美国公司 不用做的 挪化的息就收了 所以那些都帮了 帮到澳门 人均GDP比香港更高 用不用 帮到它和香港差不多 就够了 澳门很生气 我说那边收紧 那边放些 香港 起码 不会出现通缩 资产蒸发 当然 有些人说 放钱下来 香港人不用买 所以 你可以给它只买五千万以上 工商铺 因为现在 香港是 投资的力量 可能在环境下不足 需要我来支持 那 你在香港不敢买都要租楼 租楼都要有人买 有楼才能租出来 所以 现在 本地的投资力量 不是很足够的时候 可能如果 松一点水喉 有些外来的投资 顶遇先 因为香港 你刚才说的 经济会下行 失业率会上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世界的政府 都觉得首要任务 是要防止通缩 我觉得 特首未公布施政报告 我不知道它在 防止通缩有多少着物 但是应该做的 外国QE都是防止通缩 外国其实 每个都在支持楼市 例如 美国买的按揭证券 Mortgage-back-security 那些其实是 美国政府用联储的钱 就买了 房利美 房地美 那些按揭 房利美 房地美 又有钱借给人买楼 是向他输送的钱 给美国人买楼 顶住楼市 香港当然 现在不用顶 香港是按住的 怕它升得快 但是 当世界经济不景的时候 通缩的威胁 就会越来越大 政府是要防范的 现在美国联储局 都不是出了事才反应 它都是希望做在前面 发觉 就来会出现的事情 就要提前做 香港其实 我也认为 对通缩 要提前做些部署 现在是不需要单身 楼价会 脱疆地上升的 因为大环境 它是 不能大升的 所以 政府对 我觉得施政报告 应该有一些 措施 是降低通缩的可能性 那我们今集 多谢施先生 为我们做一个 详细的分析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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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